新曲歌后詹雅雯罹患帕金森史症 左脑中度萎缩 虽然他曾经自探无药可依 但还是希望透过直播分享正能量给粉丝 但最近詹雅雯却突然消失一周 也让大家很担心他的近况 还好昨天他又再度开了直播 跟外界报平安跟卖力献唱 但也因为一度忘词让他难顾鲁雷 那现在的我呢就是 全身比较浮肿了一点 哭了一周没开直播和粉丝互动的 金曲歌后詹雅雯 不只脸习明显浮肿 就连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 这整天没办法给大家直播 我也很抱歉 我发现我的舌头就是不得外面回来了 也发现了一些状况 詹雅雯罹患帕金森市症 左脑中度萎缩 身体的不是没打垮他 对抗病魔的正能量 不过直播现场的过程 詹雅雯一度忘词卡哥 也击垮他的肩墙 就怕现在忘词 未来病情加剧后 恐怕忘了自己是谁 该怎么办 情绪激动的詹雅雯 人就怕显露出脆弱的一面 会让爱护自己的亲友担心 赶紧擦干眼泪 再用歌声抚慰人心 曾雅雯强打起精神 向外界报平安 希望能继续散播正能量 让这世界充满祝福 以让疫情尽速推散 满满的祝福 这个世界充满的是希望 记者做不到